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去年夏天的 所以它看起来旧旧的 喜欢荡胆尝试 因为天生色弱 五彩繽纷的花色 在它的眼里其实有色彩错觉 那这是什么颜色 它应该是绿色吧 那这个呢 灰色 所以你是真的有一些色彩 也算是完全分不清楚的 但是你告诉我什么颜色 我就会... 它那个颜色会渐渐的比较鲜明一点点 也回头寻找传统元素 对客家花布情有无忠 客家花布我只会放在里面 我有时候觉得花布啊 它很明显 如果放在外面它会更明显 那风格很强烈 但是当我把它收在里面的时候 它有不一样的感觉 两个好朋友五年打出品牌 在创意市集 算是老字号有名气的前辈 却常常入不敷出 但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想要放弃这个 因为后来才发现 其实想做更多有关文化的东西 逢全部裁缝 销售 全部一手包了 对 所以要去拿得太多看起来 他很辛苦喔 不可以做更好 我说工作看起来很辛苦 他说做习惯了就好 就支撑你继续往前走 对 这种传统的哈德法布 大家会去说是阿婆才用的 但是两个年轻人 现在提供了另外一种平台 透过创作 其实无非也是珍惜自己的血缘 珍惜自己的文化 要去拿得太多看起来 他很辛苦喔 不可以做更好 一條路看起來辛苦了 不會做完超好